嗨 大家好 今天我們人來到了板橋的極仙火鍋 那這一間的話是一個吃到飽 它是我的這個剪輯師朋友推薦給我的 因為他人就住在板橋 然後他說這間極仙鍋屋 跟我之前拍過的一間叫極多鍋屋 非常的相像 他們以前是開在一起 等於是說競爭非常的激烈 不過他後來已經搬家 搬到一個新的地方了 那我們今天也是第一次來 我們就趕快進去看一下 整個用餐的情況怎麼樣吧 Let's go 你看我們有定位 方便身方便好 好 我們剛入座了 他一代位的時候就幫我們放這個 三個大盤子 因為我們今天是三個人用沙灘 然後他還有這個免洗筷跟手套 那我們就等等去看一下 那個自助吧長怎麼樣吧 看起來是還蠻豐富的 據說還有壽司 好 我們就出發 還有部分的 Tub 三個人和秩庭 轉身的時候 我們得不想 我們だけ的時間 回前傾聽說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所以每一個肉都一份嘛 每一個肉都一份 他們這裡還有現缺的肉 然後他們已經切好了 好 那我們剛剛去逛了一下 發現說他們其實東西真的是還蠻多的 然後剛才有遇到一些粉絲 他說欸 這好好嗎 然後我就問他說 欸 你常來這裡吃嗎 他說他還蠻常來的 他說CP值很高 好 那我們就來先吃一下他們的這個 壽司以及首選 趁他這個趁脆的時候吃 吃看看 那其實我光看外表 就是比較符合這邊價位的這種手捲吧 然後美乃滋 然後一些豆芽 那一隻蝦 蝦大概這麼大 吃看看 蘆筍 其實就是一個可想而知的味道 但是他的這個美乃滋真的是非常地響氣啊 然後東西呢 他那邊有放一些壽司 結果看起來就是已經放在那邊一陣子了 所以東西要好吃還是要請他現做 我們試一下這個 薑魚 薑魚還算鮮喔 讓他吃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他這個醋飯的量 然後他這個肉的比例 他其實不像是那種連鎖店壽司 像是針鮮啊什麼的 來得這麼的好吃 但是他也比那種夜市的那種 十元的壽司 來得更高級一點 他就是介於這兩個之間 那大家就可以知道說 他的味道大概是怎樣 好 那他們的熟食非常的多 我們先來煮看看火鍋肉吧 那他們的火鍋肉片 除了有這種現點的 還有那種 就後面可以自己夾 那我們等一下也可以實測看看說 兩者的差異是在哪裡 那這個的話 我剛剛跟他現點 他是從冰箱裡面拿出來 好 吃看看 壓他肉 那我覺得他們的這個筷子 結果是那種黏洗塊 好像比較沒有那麼的環保耶 好 那我們鍋子不能停 所以繼續下肉片 然後我們現在下的這個是梅花豬 All in 那其實光看外表是覺得說 真的是跟外面那種小火鍋店 提供的這個梅花豬 其實還蠻像的 鴨肉 好像火鍋店出現鴨肉的頻率 好像沒有到很多耶 試一下 還蠻有嚼勁的一塊肉 那因為我是選這種中辣的當地 所以呢其實 它辣度是很夠的 反而那種鴨的那種 特點的腥味啊 或者是鴨本身的味道 就有點被蓋住了 那我們再試一下梅花豬 哇 好柴喔 反而吃起來我覺得 剛剛的鴨肉還比較好吃 如果是健身的人來這裡 然後又很能吃 應該就會狂點這個 很瘦的這個澳洲牛肉 光看它的外表是覺得 剛剛 比剛剛那兩款都還要好 再下去 我們也可以試一下這種 比較平價的肉片 不要把它算太熟 看吃起來怎麼樣 吃看看 一定有一點媲美 雞胸肉的這個口感 而且是煮十分鐘的那種 泡在水裡面 超級窄的 試一下這個微粉的 好像沒什麼變耶 好吧 那我們來試一下 他們最後的這個 美國牛 應該會好一點 因為你看 帶了一點油花 好 我們先吃 煮比較久 沒有比較沒有傷害耶 還是美國牛比較好吃 總體它的這個Q彈程度 但是今天現切肉裡面 表現最好的一個 然後它有一個淡淡的 那種美國牛的牛沙味 我很喜歡 那我們再來實測一下 就是後面他們也有一些 自己夾的肉片 那個差別在哪裡 那我去夾一下 好那我去稍微夾一下 他們這個肉片 其實它有一個牛肉跟牛五花 還有羊肉跟豬肉 後面還有兩種 我等一下要再去夾 那我光看它這個肉質 就覺得說 好像這個來到小火鍋店一樣 直接給它煮看看 牛肉 真的我覺得比較好奇的 就是這個牛肉 跟這個牛五花 到底差在哪 這旁邊現夾的 好像比較容易 煮一煮就碎掉 像是這種 比較平價的火鍋店 它那種肉比較容易睡覺 大家有知道說 它是合成的嗎 還是原肉 如果有知道的話 就要告訴我 好 我們來吃看看 油比較有差耶 確實它沒有那種 剛剛上一款我覺得 最經驗的美國牛 來的好吃 是有的 可是它就沒有那種 美國牛獨特的那種牛的味道 再來是牛五花 它感覺很多筋 不行 再來吃一下羊肉 我覺得羊肉應該會是今天裡面 碎成最多塊的一塊肉 再把豬肉丟進去 羊肉 吃看看 哇 口感也是非常的有嚼勁 不太好吞 它的味道就是非常燒的那種燒羊肉 我非常喜歡 豬肉吃看看 我可以幫大家統整出 假如說你今天只吃豬肉對不對 就是你不吃牛 你可以去用夾的就好 夾的豬肉比剛剛他們冰箱裡面拿出來 所以說好吃很多 肉呢更有那種透實的感覺 那如果你喜歡吃牛肉的人 的話你點冰箱的那個 跟它餡點的牛肉會比較好吃 好 那我剛剛有稍微拿一下 他們的蔬菜跟這個菇類 煮出來一盤 然後我們吃一下他們的這個蔬菜類 新步新鮮 高麗菜 滿不錯的 我覺得算是有水準 蔬菜類表現得比肉類還要好 好那我們再去拿一些熟食吧 因為我還滿好奇說 這種火鍋店自助百會 吃起來是怎麼樣 那因為今天的用餐時間 是平日的晚上 那其實我光看它這些東西 其實應該放在那邊 也有一陣子了 他們其實有那個保溫燈在保溫 那我們就來試一下 這個應該是臭豆腐 吃一下 超級不行的 它這個應該放超級久了耶 我覺得完全不行耶 香腸 還行 味道還滿甜的 然後整個還滿結實 讓你再試一下披薩 我真的覺得它的披薩放很久 我剛剛在拿的時候 它整個硬著 黏在它那個木板上面 試一下 喔 意外的還OK耶 是那種 感覺是烤過 然後就是冷凍的 然後拿去烤 還不錯 這種它保溫 讓它吃起來是溫溫熱溫的 他們這裡還有這種白蝦 烤白蝦可以吃耶 它這個蝦子 灑了非常多的這個 鹽巴在上面 而且烤得酥酥脆脆的 不錯 好吃 我們再來是烤雞汁 烤得油油亮亮的 它這個烤雞汁 帶有一個甜味 有點像是那種 胡燒 胡燒 胡燒鰻魚的那種醬汁的調味 我們來試一下 哇 他們這裡還有烤青魚 肉很多喔 就是烤青魚 然後我們再試 喔 他們還有烤魚下巴 它好像烤過頭了 它都沒什麼汁 哇 非常重的魚腥味 我們就把這些東西吃一吃 然後再去拿下一盤 哇塞 又再去拿了一盤他們的這個熟食啊 那其實因為現在啊 疫情比較嚴峻嘛 那今天的話是6月22 最近真是每天幾萬粒幾萬粒這樣子在跳 我發現說很多這種Buffet式的就是自助的 生意真的受到很大的影響 所以老實說我看其實有些熟食 真的是覺得說它放在那裡放非常的久 覺得說欸 要夾嗎還是不要夾 就反正還是得要夾一下跟大家做一下接觸 總之 對 大家都辛苦了 我就是看我吃到怎麼樣就想怎麼樣 其實我也很擔心說我這樣子 比較直接的言論 會讓店家可能受到一點影響 一點影響吧 對 總之我就盡力好不好 好 我們來試一下 那其實剛剛看到熟食區 讓我為之一亮 眼睛為之一亮是什麼 這個炒山酥 這種是我去那種 比較偏山上然後原味餐廳的那種感覺 真的很難得欸 我們來試一下味道 那它這個外表呢 其實跟我以前吃到的還蠻像 就是它有加這個豆食啊 然後還有這個小魚丹 我們來給它試一下 還有這個鹹豬肉 味道是不錯啦 當然有點油膩 然後之外 它那裡沒有這個保溫啊 這個這道菜的話 它沒有保溫 所以它是涼涼的 有點小個性 那因為剛剛講到疫情嘛 所以影響到很多 導致說我覺得店家應該會有點 像很多下午茶的這種時段的 餐廳啊都直接取消 我希望趕快疫情結束好不好 讓大家回歸 可以一直瘋狂內用的那種感覺 好 我們再來試一下 滷豬腳 這個我也蠻有 蠻好奇的 它感覺滷在那裡非常的久 這個味道很棒 這鍋滷很久 味道有進去 我們再試一下涼拌鴨匙 感覺放在那裡有一陣子了 麻辣鴨匙 哇 這鴨匙超級新的耶 好可怕喔 來試一下清蒸魚 喔唷 清蒸魚不錯 不會有那種魚腥味 然後肉呢也很細緻 那麼我們剛剛再去拿了海鮮跟蔬菜 那我們就把它煮看看吧 那海鮮的話呢就是有蝦子啊 還有這種花枝跟這個蛤蜊都可以無限取 所以這個還蠻不錯的 OK 那我再去拿了一些熟食 滷肉飯以及那個雞湯 那其實我發現說啊 就是應該就是整體我剛剛吃到這第二盤 現在是第三盤了吧 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熟食的話呢 你只要是熱食 然後有在保溫的話 應該都是不難吃的 然後光看這個滷肉 哇 肥瘦香鮮我覺得很棒 才那一吃到我就覺得說 嗯 賣相不錯 感覺就很香 味道真的很香耶 跟這種外面吃到一碗滷肉飯的感覺是一樣的 讓我一口接著一口的耶 好爽 好 那我們再來試一下炸物 炸物的話有這種炸雞塊 然後炸薯條跟這個炸魚 但是它是假的魚跟地瓜球 那相信這種雞塊啊 然後這種其實都是統一發包的 所以其實大家都吃過 我比較好奇的是 就是它炸屋炸起來的這個手藝 好吃不好吃 試一下 炸了非常的乾柴 也有可能是它炸好 放在那裡真的很久 那我們再吃一下地瓜球 喔 它地瓜球有包餡耶 還有芋頭 薯條 薯條 這個平日晚餐這個時段吃到了 有些熟的熟食都不太熟 這個玉米布丁酥呢 真的酥了 酥給我上次吃那個中和的那個 火加牛排 因為它那時候我吃到的時候它那個人流很多嘛 等於說它的炸物應該是不會放那麼久 所以其實炸物放久真的是有差 好 那我們再來喝它的雞湯吧 雞湯呢它在那邊煮很久 光看外表就覺得不會累 香菇很大一點 喔 還有汁耶 竹筍 竹筍也很入味 然後再試一下雞肉 超級大塊的 它裡面那鍋湯啊 它放超級多這種大大塊的雞肉 整個吃起來應該就很爽 喔 它還有那種軟骨 雞肉很嫩 熟食 然後煮得很久的那種 或是放很久之後都好吃的話 我就推薦大家拿 好 那我們煮好海鮮啦 那其實光看這個外表就覺得說 欸 蛤蜊怎麼煮出來這麼可愛 這麼迷你 吃看看 它吃起來沙沙的 可能沒有吐沙吐好 那我們再試一下這個 小章魚 很Q彈 再來試一下蝦子鮮不鮮 喔 蝦子 雖然到沒有超頂級的那種鮮 但是它有甜味 目前吃到的海鮮裡面 我最可以蝦子 耶 我去把它們說的 鹹食都拿完啦 那這就是 第四 round還是第五 round 對 我就把它們鹹食都拿完了 那它們有燒賣 我相信燒賣應該就不會雷了吧 它就是 就是蒸嘛 皮很薄 它裡面的那個肉 感覺非常的黏 然後有一個肉的臭腥味 那我們再試一下餃子 綠色餃子 喔 裡面很多菜 然後點豬肉 這個吃起來比較正常一點 哇 還有竹筒飯耶 哇 還有竹筒飯耶 哇 還有竹筒飯耶 裡面還是放了這種銀杏 好少 銀杏就是要苦 然後再來一次 這個應該是蠻魚肉 但是好少喔 其他都是海飯這樣子 其他都是這個竹筒飯 三款就是 蒸籠式料理裡面的話呢 我覺得竹筒飯是最好吃的 再來就是 綠色的那個水餃 最後才是這個燒賣 然後剛剛再去拿一些飲料 哇 它們有這種 蘋果有沒有 好喝 那我再試一下它們的珍珠奶茶 哇 居然有珍珠奶茶耶 喔 因為我光看外表 我是想說 這不是一般奶茶 它這個感覺有加巧克力 可是巧克力味道非常的淡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珍珠 感覺要吸管去拿一下 試一下 其實珍珠算Q耶 因為我其實一剛進店裡面的時候 就發現說 那這個珍珠奶茶就放在那 它們就是做好放在那 它其實喝起來還OK啦 喔 再來試一下 爆米花 居然有爆米花 欸 炸起來跟店員一樣耶 好吃 這個酸今天 吃到也覺得不雷了 你看這邊有自助的刨冰耶 我最喜歡吃刨冰 我最喜歡吃刨冰 然後它就是自己撈啊 然後可以加入自己喜歡的料 大大的芋頭塊 蠻紅色的 對啊 芋頭感覺很真材實料耶 耶 拿完冰品回來啦 剛直接自己DIY超爽的 直接把料加爆 這邊還有提供同一布丁耶 外面一個應該要賣到10塊錢了吧 還是我今天來拍吃回本 吃50個 絕對回本 熟悉的味道 中華豆花啊 那我發現說啊 其實真的好像滿多客人 每一桌都有拿一個同一布丁 滿爽的 滿爽的 那他們除了這個刨冰以外啊 還有這種甜筒 還有冰棒可以拿 對 豬老爺的 不錯耶 好像是他們新餅 沒吃過 吃一下 嗯 裡面有花生粒耶 好吃耶 它本身 雪糕的這個基底 這就是花生味 好 我們來試一下自己DIY做出來的剉冰 試下來怎麼樣吧 嗯 自己做出來 就是一個自己爽 那其實我覺得 它跟外面的剉冰 還是有一點些微的差別啦 就是差別它的冰的這個本體 因為它是 就是它是那個冰塊嘛 然後你要在那邊撈 它不像是剉冰鍊 它是直接削給你 削給你的話 它就不會這樣子結在一起 重點是它芋頭很大顆 然後你想撈多少就撈多少 哇 好 那我差不多了 就是 甜的都吃完了嘛 那我們再來吃鹹的 進食畫面 哇 吃完了 那我們今天三個人用餐的話 價格是1746 平均的話 一個人是582 好 那來講一下心得好了 我覺得就是 因為我們可能就是 今天用餐的時段比較晚 我們是7點半入座 所以導致說 他有些東西坐在那邊 放有一段時間啦 所以 熟食的部分 就是 有些比較不推薦 再來的話 就是我覺得 如果你今天是中午來用餐的話 確實是還蠻優惠的這個價格 所以我會推薦大家 中午時段來 會比較好 那今天大概開箱 就是到這裡啦 那如果一定要硬做一個比較的話呢 哇 好難選喔 你會 你覺得你會想要去吃雞多菇 還是來吃這一間 因為他們其實 實在是靠的還蠻近的 然後價格好像都一樣 我應該會選雞多耶 因為他有那個 太式的 進節限定的 進節限定的節日的這種活動 就他都會一直換新啦 對 所以就比較有一點 有趣的感覺 你覺得他壽司不好嗎 壽司手捲之類的 對 那手捲的 那個 那個海苔 海苔 對 這個是軟軟的 軟軟的 好吧 那大概就這樣啦 希望就是今天的這個開箱 對大家有所幫助 如果喜歡這種吃到飽 謝謝 鈴鐺和訂閱給他啟倫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抽獎加一個 匆匆 咚咚咚咚 那你覺得這間 好吃還是 幾 幾多好吃 不是幾多好吃 哦 可以這樣嗎 這個是不是其實是 收了幾多的錢啊 日子我們 改變 為什麼為什麼 你要講為什麼 還有手捲 爆米花 但他沒有好吃到說 那你會想要選擇他 對吧 我有一說一 冰棒比起多多種 我剛好吃到一個這個 杜老爺的酷脆化身很好吃 我覺得就是大家要看怎麼選 好不好 我們今天的這個特別嘉義 場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掰掰